曾经炙手可热的加州两大城市旧金山和洛杉矶 如今却是加州人最想要搬离的地方 房地产线上公司Raffen网站拥有200万用户 他们统计了今年7月和8月全美人口流失最多的10座城市 其中旧金山和洛杉矶位居榜首 分别流失了4万和3万4千多人 报告分析造成人口外流的主因是通货膨胀和高涨的房贷利率 而为了寻求舒适的气候和较低的生活成本 这些人的首选移居地为首府沙加缅度和南加州的圣地亚哥 数据显示沙加缅度的房价中位数为57万美元 而圣地亚哥为80万美元 远低于旧金山和洛杉矶 除了加州的这两座城市 拉斯维加斯也以41万6千美元的平均房价受到买家的青睐 新唐人记者张博元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